而韩国瑜的选情现在面临了如此大的考验 韩国瑜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检讨 他的做人真的有点失败呢 因为上周党内同事也直言 党内大咖就算身体来帮韩国瑜站台 这个心灵恐怕也离韩国瑜很远 更何况郭董现在在办感恩之旅 照理说郭董站台一次 就伤韩国瑜的选情一次 不过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竟然对着郭台铭说 国民党立委需要你 这是把韩国瑜放在什么地方呢 所以韩国瑜现在自己民调第一名 面对风风离析的国民党 他真的还有能力整合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瑜上周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 洋洋洒洒的在质询上 谈了年底要办电竞加年华 说了好长一大串 结果搞了半天 原来半年前的运发局早就已经取消了 后来韩国瑜还在脸书上再po 说高雄市府是要全力推动电竞产业链啊 而且我小的时候 很多父母都跟小孩说不要打电动 没前途 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 结果又被网友抓包了 说唯一缺席六都电竞赛的市长 竟然在喊要推动电竞产业链 而且你20岁的时候才有任天堂上市 请问你小时候说的是几岁啊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瑜想讨好年轻人 可是却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我们来看9月28号的时候 全球台商国民党支友会 聚集在高雄的国民党党部 当时韩国瑜在台上说 国家从来没有这么危险过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场的台商疯狂的欢迎韩国瑜 当然让韩国瑜感到好温暖 让韩国瑜感到温暖的 还有韩粉帮忙出征吗 因为周五的时候 黄杰直询韩国瑜 说你的施政报告比半年前 也不过多两个字而已 根本就是复制贴上的 结果韩粉也非常的不满 就大骂黄杰垃圾 真的讲得很难听 而且还是在隔天 重阳敬老的活动上 黄杰被韩粉包围 所以韩粉这样的一个出征 黄杰非常的不满 人无可忍之下 他决定报案提告 可是钢铁韩粉杏仁哥 却骂的是黄杰 说他们都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敢告他呢 黄杰的爸妈是怎么教他的 台湾的教育就是被你们 这个教坏的 这个黄杰不懂礼业廉耻 但是呢 真的是黄杰的问题吗 我们看到前立委孙大千呢 呼吁这个韩粉 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让有心人士借机炒作 所以呢提出了 捍卫韩粉形象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请韩粉脱续时呢 立即出面制止 第二个就是留言要制止 网路上恐吓性的发言 还有呢 要韩粉忍辱负重 才能够扩大支持 可是呢 现在韩粉要忍辱负重 真的有可能吗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上一周呢 韩国瑜拼选举的时候 失言连连 其实他讲电竞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 你通篇看起来 他要发现 要去抬好这个电竞产业 这个年轻人 就是知道他的票 年轻票都不见了嘛 可是你把他通篇看下来 写得还不错你知道吗 可是他后面就回忆说 这句话就是败笔 你洗的时候有电动玩家 我洗的时候怎么没 时光错乱嘛 他大我十几岁耶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整个东西 我就跟你讲 你要在讲一些话之前 要不要先思考看看 你的稿要不要你的小编 或者是你的那些幕僚 帮你认识一下 对 所以难怪会被打脸嘛 对不对 好啦那电竞说实在话 其实这个电竞产业还好 可是你知道他在市政 那个市政报告的时候 竟然讲了半天说 要打造一个电竞都市 而且年底要举办电竞大赛 哎不存在的事实 你认识人认识 你认识人认识整半天 你这个运发局长要不要欺负啊 这是对议员跟议会的不尊重 已经取消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在讲 那这个疏失在哪里 是谁造成的 哎这个罪魁祸首要把他找出来吧 对不对 你挖出了让你们市政条 所以我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整个幕僚作业 跟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去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哎这才会出这种很奇怪的差错嘛 不过我觉得韩粉这件事情 我就非常有感 你有发现韩国瑜现在又走到这个 这步田地 当然他自己有问题嘛 就他没有料啊 他想要当总统啊 你市长都当不好当总统啊 那最大另一方面是什么 就是韩粉你知道吗 对 哎我觉得这些韩粉真的是已经夸张到了 极点你知道 议员黄杰 在市议会里面的质询 是他议员行使他的职权 你这样无缘无故去骂人家 还跟他讲说 哎他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敢告他 我跟你讲 什么叫做为老不尊 为佑不敬 对不对 那你以后不要选举嘛 你以后各县市长 就找那个县市里面的人类出来 还选什么总统 选全台湾年纪最大的嘛 对不对 你跟人类叫才叫人来做 对不对 年纪大就不能不能那个嘛 对啊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 网路上新闻上都有报导 年纪大的 一上公车就叫年轻人起来让座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那个年轻人 他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你为什么要凭什么让人家让座 所以就跟你讲说为老不尊 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话 为佑当仁不敬嘛 年纪小的当仁不会尊敬你啊 对不对 而且那个信仁哥 我说实在话 韩粉这些干部啊 你韩国瑜跟许坤源 不是常常跟他们聚餐吃饭吗 你有没有要求他们 对不对 你跑到市议会里面这边 呛人家记者 呛人家议员 我跟你讲 你从头到尾形象就是被这些人给搞坏的嘛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韩国瑜为什么 我之前好几个月前讲 你要不要跟你的韩粉切割 这些人在外面争战 是把你的支持者全部往外推呢 那你现在还在拥抱这些人 对不对 剩一百几天而已 要破百 对哦 说实在话这些人你要不要约束 我们讲了几个月要不要约束啊 那你平常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聚餐 跟他们聊天在聊什么 难怪他们能闯进民进党团 记者会撒野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韩国瑜这些人造成你这样 对吗 其实我说实在韩国瑜这整个事件 现在秋天到了 让我想起来一首诗你知道吗 以前那个唐朝末年不是这个皇朝吗 你说他是枭雄也好 说他是流寇也好 他不是写了一个不地后副局 哎那个菊花 清凉解渴的菊花又长得那么漂亮 被他写下来之后变成杀气腾腾 他写什么 带到秋来九月八 火花开后百花沙 冲天香镇透长安 满城静带黄金甲 杀戮之气多众 你不觉得韩国瑜就很像皇朝吗 对不对 他一辈子一一一一生 无所事事没有什么成就 去考科举也考不上 后来就去找农民 跟韩国一样找庶民啊对不对 莫忘世人苦人多 他去找了苦的那个农民来 他两度攻进长安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好好的想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嘛 韩国瑜拿下高雄 你没有把高雄当做你的根据地啊 对不对 他也是到处出征对不对 那你这些领导群 哎竟然没有一个人 他就是没有强而有力的幕僚嘛对不对 脑袋不清楚 所以不会建立根据地啊 啊接下来他的作战方式就是到处流动 到处打到处拼 韩国瑜现在是不是很像 到处去造势到处去拜庙你有沒有发现 那以前遇到的就是一些凡政歌剧地方捐法 你不觉得他现在收编这些人 就地方拍戏很容易啊 哎看起来怎么都跟韩国瑜一样 韩流当初也是起义军也是引起风潮啊 对是造成一股风潮在全台湾这样 可是你看当你整军要面对一个有组织的政府的时候 遇到民进党 你不觉得韩国瑜现在就开始在溃败了吗 已经连九个九个礼拜的支持都是一直往下掉的 你知道吗 对更夸张的是什么 韩国瑜一直标榜的就是权贵庶民的战争 皇朝当年也是 你知道吗 他竟然坑杀每天日杀负伤数千人 你不觉得韩粉出征不就寸草不生吗 现在连同志都内奔了你看 所以你不觉得这整个韩国瑜看下来 就是跟皇朝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 历史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了 你今天历史如果读得透的话 你把它对照过来的话 你不觉得韩国瑜到最后 你有可能赢吗 不仅不可能赢 你还会在这个整个历史灰烬里面 你会被人家忘记埋没掉了 那至于被问到韩国瑜他处理市政 以及跟黄杰之间在市议会的对答 那或者是韩粉现在的状况 他要不然就是说是媒体都专门剪 最激进的画面 不然就是避重就轻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你看黄杰在市议会 这是好不容易抽到签 他所咨询的内容 大家听听看 第一个他说市府很多行政首长出缺 甚至有出街高达六个月的 三个月的 譬如说先前劳工局 文化局 消防局 连韩国瑜最在意 他最做得多的反毒的毒房局 都缺六个月 当然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补上 可是我们也知道走了两个局长 一个环保局长 一个观光局局长 那另外呢 其他的像行政级国际处 以及社会局首长都有出缺的状况 或者说都有空缺的这个状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质疑 所谓的他们交上来的施政报告 里面几个重要的话题 资金区大机场赛马 骑金免税区 这不只是韩国瑜过去提过的 就算是他现在要提 希望有新的做法 或者说有不同的进度 结果他是复制贴上过去的这个说法 第三个 我看到他们po的这个所谓影片 黄菊一直在问他说 凤山 你在凤山要怎么发展观光 他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因为时间非常短 韩国瑜都没有达到正点 都没有在题目上 他反而是说 你心态偏差 他一副说好像我要先教育你的那种感觉 三次四次五次 通通都没有在回答议员的咨询上面 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攻防 议员行使他正当的权力 而且他不是民进党的 他是实力的 他这个内容如果出来都要受到 韩粉的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羞辱 辱骂对待的话 那这样子高雄市议员人人自伪 就像李正浩所讲的翻身仗 打得好就翻身了嘛 可是如果那个效应是负面的 而且长期以来 他自己都无法解决的 无法制止 我讲韩粉的这个霸凌文化 越演越烈了 他以前用假韩粉 稍微遮掩 或者说转移焦点一下 现在那个韩粉一个个跳到 活生生的跳到这个镜头前面 已经好几次从杨大姐到 这次黄节面前的 这不是假韩粉嘛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效应负面的 越来越激烈 而且越来越台面化 而且越来越大的话 那你就问问韩国瑜自身 你就问问孙大谦嘛 这个好吗 孙大谦呼吁再呼吁也没有用 你再去问问这个帮他辅选的 这辩论的那么辛苦的 有时候护航那么辛苦的 他们出的大小是通通要辩护的 有时候还在那边哑口无言的 对不对 那你说这些人他怎么样去帮他 能够有负转症 能够打这个翻身杖 那以这个电竞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你看可以显现说韩国瑜 对你不能说这个市府团队客业 有人要卡寒 或者要黑寒 故意射陷阱让你跳 这个电竞这个都已经停了这么久了 都没告诉我让我出洋相 不能再用这套语言了 对 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主持一个市政 就说你是领头羊啊 这部机器或者这列火车 你没有把持好嘛 所以他会千疮百疚在很多事情上 他会跳针或跳出问题 另外在韩国瑜的这个部分 其实不止韩国瑜 李嘉峰最近也非常的 这个情绪这个很不稳定啊 不是说我就不相信 他也讲了三次啊 这个黑暗会战胜光明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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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讲了三次 那现在韩国瑜讲说 你们就不停的唱衰 唱衰 在鸡蛋里面这个挑钢筋水 看得出来他们夫妻 现在这个情绪是焦躁的 你怎么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焦躁啊 你看 你不要说这个民调 网络的这个负面声量 应该没有人比他更高了 80% 这太恐怖了 然后现在公布了这个 政治的这个现金专户 他们说是 射出了这支穿云舰 你怎么看这支穿云舰的效力 小额捐款会不会是 另类的民调 好另外就是说 这韩国瑜夫妇最近 为什么这个气急败坏 看起来好像压力很大 其实你知道吗 如果他今天的民调 是像他7月15号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是谈笑用兵 你知道吗 心情轻松 就是已经胜利 还记不记得去年 11月24号民进党大败 那个时候的蔡英文 那个表情 你们现在回头去看 那个时候就是现在这样子 而且常常发脾气 而且脸部没有笑容 可是你发现他前一阵子 好像捡到枪以后 笑容真的很灿烂 那就叫谈笑用兵 同样的韩国瑜 他可能现在的压力够大 然后压力够大之外 而且他没有团队 看起来 我以前也批评过郭台铭 没有团队 他自己要上阵发言 话又讲不清楚 那现在韩国瑜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碰到这种问题 他就会发脾气 比如说青年局这个 当然他为了要履行他的证件 所以他赶忙在这个时候 成立青年局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慌张 你把规划完整以后宣布说 我的规划完成就是这样这样 什么时候要正式成立 成立以后立刻开始动 就是说开始发挥作用 那个才叫做完善 现在完全没有配套 时间不多啦 就要选总统 有配套啦 但是他的配套 为什么没有同时宣布 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而已 五百万也为一个单位 一个创投案子 就算东西 你三亿不够多少人用 说句良心话 当然刚刚韦泽指责也说 还有二十几亿 那些说句良心话 没有人看到钱之前都是假的 好不好 就是说你要问我 我会认为 因为他开了太多的支票在这边 你多少是兑现的 多少是跑 就是跳票的 我觉得那个才是关键 那你比如说他跳票的东西 你们上次也拿出来 包括什么阿洛斯瓦辛吉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他的跳票记录是很不好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说他有二十亿或者一百亿 我看到钱推出来我才相信 现在大家都觉得眼见为平 对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 这种东西很现实 那我为什么讲说 他现在回房高雄 希望能够在市政建设上 有一点表现 拉抬他的声望 没错 所以那个李正浩就说 他有两天休息是在高雄 其实他大概就是固守高雄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知道李嘉峰现在带他出征 你知道我们看过就是 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团队只是他们两个人 然后他不能去的时候 李嘉峰就带他去出征 而且我们看过 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也好 县市长候选人也好 当然你说太太帮忙去宣传 或者拉票都很正常 但是大部分都是那种 比较轻松的场合 比如说像吴敦毅的太太 就很喜欢出现 但是他去的都是妇女团体 去拉票 马英九当初竞选的时候 他够强吧 可是周美清没有出来 他的姐姐帮他出来 也是去妇女团体的后援会 成立大会去帮忙拉票 或者是去宣传等等 没有人去正视这种场合去拉票 那当然可能李嘉峰他的条件不错啦 我觉得看他在这几场演讲 政治细胞超过韩国瑜 就是讲话口齿轻熟 然后这个铿锵有力 比韩国瑜那个效果好很多 然后甚至这些广告也用它当宣传 这个事实上是韩国瑜的总统竞选总部 成立在基隆 结果广告上是李嘉峰 你知道吗 我记得你记不记得我前一阵子有讲过 国民党一些大佬跟我讲 他说韩国瑜把他自己的项跟国旗放在一起 他们就说连蒋经国都不敢干这种事 好那现在不止韩国瑜这样干 连这个也是这样干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他们那当然 昨天那个杨词邱议员有讲一句话 就说蒋经国如果说有一碗饭剩下 我们大家一起吃 如果只有一口饭的话你吃 那现在就是他们一家子 好不好就是看起来这样 那当然你说他是不是在这个做苦民所苦 还有人说他说做苦民所苦 政府改革的大工程 什么叫做苦民所苦 所以我觉得要讲清楚 那你说真的苦民所苦 除了昨天杨诗邱讲的之外 我还告诉大家有更好的故事 因为大家说他有看到 在他身上看到蒋经国的影子 你知道我有一次碰到一个 曾经在军防部做大官的将军的太太 他在路上把我拦下来 他在路上把我拦下来 因为我自己到金门去演讲过 见过所有的司令官副司令官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告诉你 他说我先生就是在金门做这个军事的将官之一 他说蒋经国每次到金门去 那个时候当然台湾不像现在那么有钱 蒋经国通常会跟着阿兵哥蹲在地上吃大锅饭 然后那当司令官副司令官就在旁边 陪侍在旁边 蒋经国就跟着那人来吃 吃完以后就回头就跟那个司令官说 你们真的给他们吃这样的饭吗 你们亏待了我的弟兄们 蒋经国就跟他们讲 那你说那阿兵哥在那边 跟他一起吃大锅饭的人 感动得气势很牛 跟他卖命都可以 那个就叫苦民所苦 那你说他是不是装的 我也认为有可能是装的 但至少要演得像 不是 但是你装了一辈子 就变成真的 因为他真的 我觉得他是在装的 但是你不要忘掉 就是韩国瑜今天 他的历练当然比不上蒋经国 所以你说在他身上 看到蒋经国的影子 我觉得差太远 比如说我一再强调 蒋经国1937年从俄国回到中国 那是你知道1937年回到中国 跟着他老爸打天下 然后在这边这个什么打老虎之类的 除臂打贪之类的 然后到了台湾 国民党输掉到了台湾 他1937年回到中国 1978年才做到总统 41年的时间 他才做到总统的位置 他中间经过太多的历练 修横贯公路 然后离山的开墾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 你没有经过这样的历练 你就当选高雄市长四个月就宣布要选总统 到现在也不过九个月吧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应付这么这么多的问题 你也没有这么大的团队或者班底 这个才是他的致命伤 因为他没有班底 没有人脉 所以用的人都是发现他们身边的人 什么司机 什么亲信 闺蜜 这种东西给人家的印象就是 只有你们自己在选 而这些大佬们坦白说 也不是真的放任看他自生自灭 我觉得他们真的插不上手 然后就算插了一次手 然后连赞领衔去牵了31个大佬 结果这31个大佬 大部分都被这件事毁掉 国民党的形象也被这件事毁掉 大家就想你们这个政党怎么是这样的政党 一手拿人家钱 一手又去 然后又叫大佬出来这个作证 拿了钱的大佬还去签名这个劝退 所以你整个为了这件事 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插不上手 所以你说是不是值得同情 当然值得同情 压力大不大 当然要大 所以你说李嘉峰 当年去年11月24号的时候 在浮选的时候 温柔婉约 看到没 然后他最近出现的时候 那个声势力竭 那坑枪有力在骂人 我绝对不相信 黑暗可以战胜光明面 所以这种就是压力 政治压力 所以你不能谈笑佣兵的时候 那两相对照 就会越给选民越那种焦虑感 所以你现在看小英 大家说他捡到枪 蔡英文是捡到枪 没错 但是韩国瑜是丢的子弹丢的满地 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你说要人家捐钱 来说你捐钱我来做事 那你告诉我上次捐了一亿多 你做了什么事 那一瓶矿泉水跟一碗卤肉饭 还有那些便当钱 就像黄光琴讲的 你在那一亿多你做了什么事 王金平帮他做了三三造势的出钱出力 然后他没有真的花很多钱 那一亿多花到哪里去 做了些什么事 我觉得真的要清楚交代 我在跟你讲说今天的选举 很多东西的话 对韩粉什么粉丝团 这个突然间猪羊变色你知道吗 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即使今天横挺韩国瑜的话 都有部分的人已经开始在跳船潮 我们一直在强调跳船潮跳船潮 我说实在大家都混混不知道死我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说铁达尼号 还有分头等舱一等二等三等 对不对 后来跟着铁达尼沉下去的是三等舱的 这些三等舱是干什么 就是被人家觉得说你没效 你觉得你的社经地位 什么东西都比人家差 所以我就一直掩盖事实 不敢让你接触事实 可是了解真相的人 做头等舱的人 在那些什么权贵大佬 在操盘的那些人 他跌一跌就跳走去了嘛 对不对 跳走的时候 你们这些公公在带他 全带他去陪葬 我今天讲说为什么跳船 我可以今天跟你讲 跳船第一个就吴敦义 对不对 为什么吴敦义 当初你们看到韩国瑜 大家建议他说 你应该党户跟选户结合 把韩国瑜拿出来当第一副主席 你有沒有发现吴敦义的回答 罕见的直接了当 对 他以前说话都滴滴滴撇撒 转来转去对不对 思想一下 考虑一下 对 他对这件事情是 直接反应说不准 我们现在已经有曾永 Shout 为什么 你現在韓國瑜國瑜黨 如果回來的話 跟你選黨主席的話 你無斷去選一個 去選完之後 你連什麼東西都沒那麼多了 黨主席 大家回來要搶我的黨主席 他現在要開始怎樣 很久已經沒有講到說 不分區第一名 他當初講的時候是希望說 我國民黨可以過犯 我可以當立法院長 現在不是 現在立委的選情這麼差 我跟你講現在有多少人是說 他不去挺嬰對不對 像郭台銘退選的 你韓國瑜也沒有上升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挺郭的 挺第三勢力的人 他不一定會去挺嬰 他去幹什麼 他去郊遊 對不對 他如果去郊遊不投票的話 那你這些立委的票 從哪裡來 對不對 難道你說真的可以 總統立委選舉投票脫鉤嗎 對不對 我今天專程我為了要投 我不投你總統 不投你韓國瑜 我會刻意去投立委嗎 那不知道吃八十元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脫鉤這個看起來就很危機嘛 對 那你為什麼吳敦毅還要去搶 那個立委不分區的第一名 對不對 因為他也很清楚嘛 你國民黨如果總統立委大選 全部都完蛋了 那怎麼辦 他至少有一個立委可以請 他那時候一定要請辭黨主席啊 所以那時候他為什麼不讓韓國瑜 當第一副主席 因為他如果請辭黨主席的話 韓國瑜第一黨主席代理主席呢 對 因為他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他現在能抓就抓 所以我說跳船槽有沒有 從吳敦毅身上最近做的一些事情 他已經帶頭跳船了嘛 對不對 對 你說朱立倫耶 朱立倫現在每次人家說 寒珠貝寒珠貝 大家化到要死對不對 那朱立倫剛才告訴你說 不要造成我的困擾不存在的事實 朱立倫 他是說他不敢明目張黨的跳啊 對不對 可是他救生艇也準備好了 對不對 他就跟你說你不要造成我的困擾嘛 給我偷偷摸摸的就這樣走掉就好了 對不對 我離開這個黨啊 那馬英九也是啊 馬英九為什麼 他說我現在不跟你韓國瑜同框啊 對不對 不然你告訴韓粉我給他霸零我 我做個總統的人 我幹嗎 蓋給你電子收錄了 對不對 所以馬英九這個是不是在切割 他也跳船了嘛 他就說不跟你韓國瑜在一起啊 你看他這些 更誇張的是連中時都在跳船啊 中時都在跳船 你說旺旺也跳船喔 我就跟你講 中時昨天的四版頭 是寫蔡英文呼籲團結 對不對 穩穩的走向順利 對不對 四版頭你什麼時候看過中國時報 四版頭是幫蔡英文講話 天啊連旺旺都跳船了韓國瑜 還剩下什麼 對啊他連社論裡面都講說 韓國瑜要自救耶 對不對 對不對 他的民調出來是韓國瑜支持度 只有25.4%而已 25我就跟你講 我一個多年前就講過說破30 很快就看到25 25再來就是崩跌就破20 對不對 對 這個是越來越快嘛 對 那問題是韓國瑜現在問題在哪裡 就是因為他的民調跌得不夠快 對不對 大家都在調整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加速崩跌 他就是之前跌得不夠快 所以我之前用零詞來形容國民黨 你大家都叫韓國瑜零詞嘛對不對 對 大家現在還出來上節目在辯護 你就明明知道不會贏 辯護什麼 對不對 對 你要根本性的改變 我一直在講說韓國瑜你要根本性的改變 嗯 剩100空2天而已 我覺得一直強調說 接下來就破100 以前在當兵的時候破百就很快了 大家就迎接要退伍了 現在不是 國民黨竟然是破百就要迎接敗選 你感覺情何以堪 對不對 對 我一直在呼籲韓國說 你要冷靜下來嘛對不對 你冷靜你看他現在就急躁 像這個媒體投訴這個有沒有 他講說他每天在起動 起動的頻率越來越高 對不對 當然也對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方法 他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個東西 存了起動之後 看可以生命 可以拖夢 或是會附身在他身上 不然要怎麼辦 現在這個韓粉你看 如果連軍公教裡面 有一些退休軍方 本來都是鐵 不能講鋼鐵韓粉 至少是鐵粉 可是現在這一些 連軍公教 如果現在都含淚投不下去 這一種軍公教 到底有多少人 這是韓國瑜 除了要小心的之外 你看現在 連剛剛那首歌裡面 就在哭手什麼 現在連黨內大咖都不提你 而且你看 吳敦義居然跟郭台銘喊話說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需要郭台銘關心 朱立倫更妙 現在國民黨 應該把誰找回來 把楊秋昕陳鴻倉找回來 一個是說 韓國瑜現在小三 什麼酗酒進行 現在進行事的人 另外一個是說 你韓國瑜抱女人的人 朱立倫現在變韓黑了嗎 居然把這些人找回來 所以你怎麼看 韓國瑜現在 黨內有真心在挺你嗎 然後韓粉呢 現在看起來 這個跑跳的越來越多了 甚至 老師用國民黨舉例 用民進黨舉例好了 記不記得前面過去這一個多月以來 當郭台銘跟韓國瑜之間的那個情節問題 從八月以來不但被談 對 那國民黨該怎麼辦 那國民黨在友台裡面 他們就談蔡英文跟賴清德 蔡英文跟賴清德 確實沒有同框啊 確實也沒看到啊 對 然後不知不覺當中前兩天 台南市長黃梓哲 黃韋哲 黃韋哲 恭喜梓哲 恭喜梓哲 寫台南市市長 梓哲以後可以當市長 現在是爆料囉 不是 後來韋哲就講 他們兩個已經見過了 對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就是說 政治是一個一門藝術 那選總統 因為總統位置這麼高 你像他你住在那麼高的地方 全台灣所有人看著你 你是你的手擺得端不端正 你的身體有沒有坐直 你講話是不是 當你的屁股有沒有扭來扭去 下面的人看你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個猴子在樹上一樣 對 你就會一清二楚 那 那 蔡英文跟賴清德 你說出選過後 完全沒有一點情緒心結嗎 不可能 因為這是很人性的事情 對 好可是什麼叫成熟 成熟的政治人物就知道說 他們應該要見個面 嗯哼 那這見面的過程有那麼容易嗎 當然沒那麼容易 因為需要很多時間去調整自己的情緒 這我就看不懂 你的黨主席也好 或者你的郝龍斌也好 是希望郭台銘留在國民黨 他希望你不要去登記 對 可是 韓粉也好 挺韓的朋友也好 不管是立委或者民意代表 嗯 把郭台銘講到 講到不是人了 對 你這兩個 你的黨中央跟 跟支持韓的這些人 這作為上是完全矛盾的 矛盾完了 你要怎麼團結 就完全看不懂 嗯 那這段時間的國民黨 發生這樣的事情很多 因為你是要當 你們是要選總統 假設就算朱一倫 猶豫不決 嗯 要講出來嗎 嗯哼 假設朱一倫真的猶豫不決 在那邊頂 在頂我 嗯哼 你現在需要我了 我看你要不要求我 對 就算我假設朱一倫這麼 這麼那個 嗯 夠賤吧 嗯 一個成熟的真摯論文 因為你不是當當中市市長 你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要面對的 不管是兩岸 或者國際的壓力有多大 一個要當總統的人 你要怎麼樣沉得住氣 應變 當朱一倫 不是那麼願意 嗯哼 從假議題一路講下來 你怎麼會一直讓朱一倫講對你不利的話呢 然後連李四川的簡訊都外流 嗯哼 你只是讓朱一倫 推得更遠 嗯 如果朱一倫真的不能成為韓國瑜的副手 他也不應該變成是新聞 嗯哼 因為那個新聞的結果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韓國瑜找誰誰都不要 嗯 一個表態 想要當他副手的人 發生三百萬五百萬 嗯哼 你不可以讓這樣的新聞 這樣的事件變成討論的議題 嗯哼 韓國瑜一出手 就應該讓人家覺得 欸我就是有 你們猜錯了 根本不是朱立倫 也不是張燦正 嗯哼 那才是你抓到議題的主導性 嗯哼 可是有嗎 嗯 所以你能怪謝韓冰說 國民黨現在整個看韓國瑜自己自生自滅嗎 這誰造成的 他也不能講說看著他自生自滅 裡面想要插手的人插得上手嗎 嗯哼 對 指責那邊我就問一下嘛 你們的南半跟北半同步嗎 嗯哼 不過你看黃少下講說這個 現在國民黨內的這個大佬 根本沒有人要幫韓國瑜 為什麼呢幫不上忙 更不想幫忙 剛剛佩芬姐有講 而且她還說國民黨呢 可能會爆發十月的難民潮 對國民黨的立委來講 現在的韓國瑜 就像禽流感一樣 所以現在韓國瑜 到底身邊只能夠剩下誰 其實這邊一天黃光琴 在我們節目裡頭 昨天她有爆料 只剩下誰呢 我們聽聽她怎麼說 最近的韓兵啊 對 你知道他們現在競選總部 要進一些人啊 包括競選總部的一些事務 或是韓國瑜 都要過韓兵內關啊 尤其人的任用 就要過韓兵內關 他們從高雄市場選戰 打法就是這樣子 就韓兵那個是 等於是韓國瑜的分身 他是一個靈魂角色 而且他作為一個 我們講說大頭小頭 他做一個小頭 他是可以號令 甚至比他年長的 長輩甚至資深媒體人出身的 他都可以極言力色喔 他有時候那個電話 他標他爸爸 標到那個旁邊聲音都聽得到 所以他們是一個家族政治的形態 在有他前後差距很大的 眾叛親離的這種經歷以後 他可能信任外人的 更小心翼翼了 所以潘芬姐 現在韓國瑜真的只剩下 周邊的人可以信任了 其實你知道還不只這個 剛剛東豪有講是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找朱立倫的話 不是用放話的方式 那事實上他那個方式是 你知道當事人會覺得不愉快之外 而且李嘉芬曾經說過 我們會給朱立倫一個很好的位置 記不記得李嘉芬有這樣講過 換句話就是說 你也沒有要給他當副總統搭檔 我會給你一個好位置 這句話不由得李嘉芬發言 你可以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或者他的競選團隊發言 但是輪不到李嘉芬去發這個言 那是非常 就是已經超越了他的立場跟身份 所以黃光晴這樣批評他 聽起來好像很刻薄 其實就是現狀 就是現實的狀況 就是說比如說很多時候 而且還不只講說 韓濱要經過韓濱這一關 我聽過真的挺韓的名嘴 親口告訴我很多事情 一定要經過韓濱跟你加分 所以那個已經不是秘密 就是說他們那個圈子裡面 已經很明顯 所以你說他今天當然 你知道選情不好壓力大 一定會這樣心情會很不愉快 那而且這個壓力大到就是說 我常常笑說他們絕對不會退學 那國民黨也絕對不會換他 然後吳敦毅就隨時提醒那個朱立倫 那個是換柱2.0 就是你小子當年幹的好事 你知道嗎 我常常講說 以前那個卡特總統要選總統的時候 甘奈迪的那個小弟弟 艾德華甘奈迪要選 可是他跟他的秘書有染 你知道他有一次就開車載了他的秘書 就開到一個水塘裡面 他自己跑出來走了 結果秘書淹死在車裡面 那卡特那個時候要選舉的時候 發現那個甘家的那個艾德華甘奈迪要挑戰 他就隨時隨地說 我會面臨他的挑戰 我也不怕他的挑戰 但是我絕對不會提他 淹死女秘書那黨事 換句話說 我絕對不提 但是我已經同時糟糕全美國 他就幹過這兩個事 所以吳敦毅在那個嘴巴 隨時隨地都說換柱2.0 你可以說我們不會換掉候選人 我們不會換掉韓國瑜也就罷了 他一定要提醒他換柱2.0 那就是朱立倫的小子當年幹的事 而朱立倫因為那件事情 背負了很大很大的罪名 到今天為止很多國民黨人不能原諒他 所以換句話說你韓國瑜 你真的如果說要找他 一定是私下去談 談不攏兩個都不傷顏面 朱立倫拒絕也不傷顏面 你也不傷顏面 哪裡有說放話 剛剛那個東豪講的最明顯一個例子 我也不能 我覺得不能接受是 李四川寫給朱立倫的簡訊 怎麼會傳出來放出來 如果李四川幹這件事的話 他根本枉費了朱立倫 一直一路栽培他 你知道朱立倫去兼黨主席的時候 李四川是他的秘書長 而且李四川事實上 朱立倫卸任以後 李四川要準備選個 新北市長 那只是侯友宜的身世比他強 所以他沒有撈到那個位置 所以當侯友宜選上以後 他就說他要回鄉下去種田 那後來韓國瑜用了他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李四川幹這檔事 又把那個簡訊拿出來播的時候 那是一個非常沒有道德的一個政治人物 不管你再能幹 而且坦白說 當初朱立倫拉拔他當秘書長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完全沒有黨務系統的經驗 朱立倫也沒有 所以是兩個根本沒有經驗的人 所以他在信上說 當年這個輸掉是輸在我們兩個的搭檔手裡 當然這樣兩個人搭檔當然會敗選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韓國瑜做事太毛躁 然後嘴巴可能太快 很多事情政治他不是講嗎 權貴在密室協商 很多事情確實不能拿到檯面上來講 不能翹鑼打鼓說 我要請朱立倫當副市長 而且他從來沒有開口說他要邀朱立倫 他並沒有開過口 只是大家這樣放話而已 就是韓國瑜的這個選情 韓國瑜最近在幾分民調當中 這個看起來這個形勢非常的不樂觀 而且韓國瑜曾經講 他選總統是民意與天意 那李嘉芬也說他就不相信黑暗戰勝不了光明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如果明天是投票日的話 按照有台TVBS的最新民調 現在韓國瑜只有達到38% 連四成都不到 那蔡總統已經拿到了這個五成 大勝韓國瑜有12% 尤其在這個不喜好度的部分 蔡總統不喜好度大概是43% 但算高的了 因為畢竟有執政包袱 但是韓國瑜 竟然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都不喜歡他 你想想看 這一半以上的人還會投票給他嗎 好那韓國瑜到底是敗在哪裡 我們一直在講 年輕族群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按照這個有台TVBS的民調 20到29歲 蔡總統的支持度高達75% 韓國瑜竟然只有22% 光是這一塊呢 蔡總統就狂勝韓國瑜53% 那30到39歲呢 這個這個投票率更高的這一塊呢 這個蔡總統也以65% 大勝韓國瑜的29% 大概有36%之多 所以呢 從這一塊看起來呢 韓國瑜到底能不能夠 把這一塊這個救得回來呢 據說呢韓國瑜陣營呢 現在要進行一個策略的調整 怎麼調整呢 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呢 韓國瑜跟李嘉芬夫婦背下了進口令嗎 好那韓國瑜進行辦公室發言人呢 是這個間接的證實啦 他說韓國瑜因為假日要忙於國政 分爭法術 所以呢如果這個有任何事情呢 發言系統就會幫他回答這些其他的問題 而韓國瑜的幕僚孫大謙則說呢 逆風啊才是展現實力的時刻 韓粉呢一定要展現三項堅持 就是信心勇氣跟包容啊 可是呢這個之前我們不是講嗎 傳播學者超級韓粉啊 胡宥偉都說啊 他現在已經開始感到疑惑了 所以我們來看看 韓粉們是不是也疑惑了 所以才要做這些事情呢 好有一位韓粉呢 叫桃園的這個孫先生呢 他就不相信民調 我不相信韓國瑜民調這麼低 於是呢 他為了要搶救韓國瑜的民調呢 他自己去做了這個街頭的民調 跑到了台北的行天宮啦 桃園的菜市場啦 還有新竹市的這個百貨公司 等等這些地方啊 結果他做出來的民調 韓國瑜以55%大勝蔡總統的31% 高達24%呀 所以這個叫做庶民民調嘛 所以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陳若翠呢 又提出了一招 哪一招呢 他說市政呢是韓國瑜最大的包袱 所以呼籲韓粉 拿出初選時 守電話民調的精神 來替韓國瑜的民調加溫 現在又要韓粉去守民調 這樣子就表示韓國瑜的民調高嗎 所以我一直在預告啊 1月11號那一天有沒有 吳敦義他連找到回家的路 都不一定找得到啦 對 而且我就想說你 你韓粉怎麼可能會進口 對 孫大謙還講說 現在韓粉要找些三種堅持啊 什麼信心勇氣和包容 對 我現在可以跟孫大謙講一句實話 你們現在是怎樣 信心太過啦 對不對 才會有這種韓粉還做這種民調嘛 對不對 另外你說 你說他的勇氣 勇氣太滿了 那包容咧 沒有 對不對 你到現在還在出征耶 你覺得你有包容心嗎 所以就講說 你這個韓粉 那大家就知道韓粉 你看 我是覺得 我看到這個韓粉 怎麼講 一則一喜一則一憂你知道嗎 憂是憂什麼 現在支持他的人就是這種 你不知道現在做民調 有電話這種東西嗎 有高科技的東西嗎 你採樣的東西 你怪自己走到行天公 走到途中 走到行頂 對不對 世界到處去問 自己還要去加總 算比例喔 很可憐耶 他就不相信那些民調 他說那些民調都假的啊 不是啊 你可以自己打電話啊 電話簿拿起來 他就可以打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多錢呢 沒有啊 你走的那些車錢 你不少啊 對不對 而且你做的才取樣才幾個 這取樣有可以信任的嗎 他搞不好跑去新竹 找他的朋友 他知道說這個是 是韓粉啊對不對 跑到行天公看 我的朋友韓粉在那裡擺檔啊 對不對 你去找的這些都是韓粉 當然做起來比例也很高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這個採樣的問題就不行嘛 這是什麼民調耶 對不對 另外那個昨天我們講說 這個什麼 台大這個什麼 他就是因為他不喜歡韓國語 就品格卑劣 卑劣是非不明 還永不入用 後來他查出來 你不過是賣花枝燒的啊 你這樣不入用 不入用什麼 好啦我就跟你講說 你如果做這些事情 可以安撫你不安的情緒 對不對 可以滿足你現實生活中 你沒有完 沒有辦法滿足的不可能的話 這個也很好啊 對不對 最沒有你的情緒會比較穩定啊 對不對 活在自己想像空間嘛對不對 那這算公德 你把這些時間花在這個事情上面 寫小說也好 做民調也好 不管 你就沒有那個時間去出征別人啊 對不對 這是不是公德 也是啦 那我就講說 以前不是常常那個六四天安門 那時候有一首歌很流行嘛 對不對 他說蒙上眼睛啊 就以為看不見 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這些韓粉就是這樣啊 你以為你蒙上眼睛捂上耳朵的話 民調數字就會變嗎 這樣你整個天去廟裡拜拜 光你在請求上天 讓你的數字只要每次做民調的話 就一直往上 對不對 看數字可以改變一下 那我就覺得說 我講到這邊 其實我想到一個故事 三國演藝裡面 有一個叫做馬術師接庭 你看馬術那個時候 你知道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希望說 我可以找西良這個地方站下來 我在直逼長安 那怎麼辦 這個過程之中就是找馬術 你在接庭就守好 你要控制住 你只要曹衛大軍要從長安過來的話 你就要把他牽制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牽制多久 說久 他出征的時候叫馬術去的時候 還告訴他說 千萬要依水而扎營 可是那個馬術假的 對不對 他覺得他自己很厲害 武壯元出身 對不對 怎麼可能會聽你這個招老頭的話 他去到那邊看到那邊你坐山 不錯 上山扎營 他告訴他下面的人說 我們要自知死地而後生對不對 對 如果曹衛大軍來的話 我們一舉往下衝 衝破曹衛大軍 你知道嗎 曹衛那個 那個將領是誰 張河 他一看到說 這個根本是灑蛋嘛 哪有人砸軍砸到身上 哇 層層大軍果然把它包圍 每幾天斷水斷糧 你要衝下來也攻不破 整個蜀漢軍幾乎滅頂對不對 對 後來主國人就把它殺了 所以後來有個邂逅語 你知道嗎 就馬術潭用兵啊 嚴過其死 對不對 你覺得韓文現在也是 幾天在那裡 好啦 你再講說韓國瑜 現在大家給他一些指令什麼 背下進口令 我那天就用了一個預言嘛 告訴你那個鳥的話 你要過冬的話 你要閉上你的鳥嘴啊 否則你被人家發現之後 就抓去吃啊 所以你看他下進口令 早就這樣有下進口令 到現在 可是你說真的下進口令嗎 也沒有啊 可是你也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的這個 對於選民來講 這個氣氛真的是愛恨兩極 那未來對韓國瑜的選情 會有什麼影響 韓國瑜到底有沒有總統命 這個我們比較有趣一點的來看 有個鳥掛師呢 就抽出了這樣的一張籤 然後最後一張就是 他日與我卻無竿 問的就是韓國瑜到底有沒有總統命 這件事情 後來呢 這個鳥掛師直接講說 韓國瑜的選情沒救了 不但總統大選穩輸 連市長也會被罷免 那就被問到 那韓國瑜選情低迷 是不是可以由副手人選 拉回頹市呢 這鳥掛師講的話更直了 韓國瑜要自己救啊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退出總統大選 換人選 因為掛項上來看呢 韓國瑜如果選上會是昏君啊 所以呢目前為止呢 沒有人要跟這個韓國瑜搭檔 可是呢前立委沈富雄也講 說韓國瑜他不能持音保態 他利欲薰心 所以不但呢大衛求取不成 最後連市長也保不住 他連前立委沈富雄都預言 韓國瑜最後會落得一無所有 你怎麼看 照這個籤我今天還要來改籤了 這個籤60甲子籤第9籤 於4籤 其實這個農虎在香水在深山 如果農虎爭鬥在深山裡面 你也知道打到要死嗎 君而何須背後看 這句話比較經典 君而何須背後看 就表示這個人疑神疑鬼 怕後面有人勾心鬥角 隨時會刺他一刀 開他一槍這樣 所以他一直往後看這樣 那後面那兩句一樣啊 表面看起來相親相愛對不對 可是你以後 他日與我卻無關對不對 就是以後就是形同末路啦 大家都互不相往來了啦 所以就選完之後 那大家就知道 你選沒了 大家沒人要參與 那這個簡單解釋一下 那凡事的話 就是告訴你說要謹慎 做事的話要安分守己 對不對 你公民是不取 所以這個籤 所以你如果要全取公民的話 要選總統當然是不會成 好了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他說新北的媳婦代政 你有發現李佳芬最近常常 幫幫韓國瑜去到處去造勢活動 你知道嗎 韓國瑜你在高雄事情的都搞不定啦 對不對 你就是準備什麼東西 還是說你真的身體受不了 會扣不住 所以他李佳芬就身體就比較好 他就可以去 可是你有發現李佳芬出去 真的是加分嗎 你有發現李佳芬出去的話 最近他在人和造勢場合 尤其在雲林中部那個地方的話 你有發現他表現出來是強勢去欠腳 看起來比韓國瑜更厲害 對不對 講話又更會講 對不對 做任何事情頭腦聽起來 有點比較清楚 那你這樣的表現 你覺得說 人家說現在是在選總統 不是選第一夫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搞清楚 那你這種形象出來的時候 選民會擔心嘛 之前好 不管說之前是抹黑女也好 或者是大家黑寒也好 之前不是有說夫人干政嗎 那你現在這種表現強勢的話 能幹的話 難道人家不會覺得說 你如果韓國回當選之後 你會不會干政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出來造勢真的是加分嗎 我看未必 那為什麼你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最近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一條新聞 最近雲林海線的話 那個民進黨蘇智芬要出來選 他出來選的話 他不是直接對上張榮衛家族 對不對 他不是跟你對幹 他是嗆你什麼 他第一炮是嗆什麼你知道嗎 說你張家俊好大 你把韓國瑜在一起的那個看板 給我掛出來 真的 對啊 那就表示說你韓國瑜 在雲林這個地方 也起了微妙的一些變化嘛 否則蘇智芬為什麼敢這樣嗆你 照理來講 你蘇智芬跟張榮衛家族 恩怨情仇的話 你應該是針對他以前的一些 一些弊樣或者什麼東西來打嘛 對 那你怎麼會嗆 第一槍就嗆說你好大 你跟韓國瑜合照 對 所以跟你講說這個看得出來說 這個地方上已經 他打蛇打七吋 對已經有一點點在一些改變 那 而且我說實在話 你為什麼人家講 一直講說韓國瑜現在疑神疑鬼 他不疑神疑鬼也不行啦 說實在話 真假 為什麼 國民黨最近這幾天不是 開雜了兩個人嗎 一個李正浩那個小 我說他小韓也可能 衰用看 李正浩沒有開雜 留校查看 我覺得不要談李正浩這個人好不好 那你們在外面看李正浩 你們都沒有在黨內去看過 李正浩是什麼樣的人 我跟你講他 現在留校查看是李正浩是 那另外一個人 李哲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要砍李哲華 你要看到郭台銘 吳登義之前 他跟郭台銘講的話有沒有 他說國民黨裡面的立委 還需要郭董來關心 那誰是他跟郭董之間 要會面的一個最大的障礙 當然是李哲華嘛 國民黨是你說來就來 說去就去的 叫是國民都以蔡其浩 對不對 而且他要講 講說哪一點對不起郭台銘 他話最大聲 那你今天如果 吳登義想要跟郭台銘 會面的話 第一個是不是要斬一個石頭給你看 所以李哲華被他拿出來祭旗 當然李哲華自己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他反對吳登義 你也不分區第一名 你就明明知道你主席 現在順位就是這個而已 你又一直反對他 那你不是在搞自己的主席嗎 怎麼可以留你在國民黨裡面 好那你接下來 你知道 你現在看起來 吳登義是全力在保 保國民黨的立委 全力在保他啦 保國民黨的立委 立委保住的話才有他自己嘛 大家都被懷鬼胎 對啊 他現在就找郭台銘 就是說我找一隻母雞嘛 大家就想說國民黨現在沒有強有力的母雞嘛 對不對 你跟郭台銘說說你國民黨母雞 有母雞了啊 這是不是很重要啊 還有錢呢 對不對 最重要還有錢 還有錢 有錢就有人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國民黨要拚過半 至少要最大黨 你的立委的那個部分去第一名 你立法院龍頭的位置才做得穩 這嘴條嘛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主席現在都在想自己的後路啦 你知道他殺李哲華的話 順便拋棄韓國瑜 那接下來幹什麼 要拉攏郭台銘 要奪立法院長 順便在鞏固他黨主席的位置 所以人家講說 莫拉兼衰口 吳敦義這是莫拉 他全家人的衣褲都洗乾淨了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沒看吳敦義他現在想這種東西的話 他這種想法也就是都很明顯都做到這邊 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的你知道嗎 吳敦義什麼時候搞過陰謀 你看他從那個初選辦廣 什麼美國初選制什麼 他都是搞陽謀 他搞陰謀裡面陽謀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吳敦義現在抓住這一點點命脈 要保他自己的命脈 所以你韓國瑜都已經看得清清楚楚的話 那你韓國瑜 難怪他的那個憂鬱症 或者在疑神疑鬼 那毛病會被他激出來 對不對 那今天會到了這個局面 說實在他國民黨裡面的責任也很大 你今天吳敦義如果不加郭跟柯的話 加上郭跟柯的話 你才是立院龍頭的保證 你現在看國民黨的話 大家就評估說大概40席上下 好讓你50席好了 你也不可能穩當立院龍頭嘛 那你現在是不是要跟郭柯這個第三勢力結合 民眾黨或者是什麼 去跟他結合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急著要記起啊 馬上把李哲華殺掉 那其實我也講說 這個實在國民黨的一個黨主席 你百年大黨對不對 你吳敦義今天竟然為了一個郭台銘 竟然要去 去丟投名狀你知道嗎 那很可能耶 什麼是投名狀 不是真的有一張獎狀或一張紙 投名狀的來源就是水浮傳裡面 林聰要奔那個梁三伯的時候對不對 那梁三伯裡面的人跟他講說 你英雄好漢要入火的話 需要投名納投名狀 就是幹什麼 叫你去殺個人啊 對不對 你殺了人之後你也犯罪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去告密 對不對 我們大家就可以當兄弟啦 因為你也犯罪了嘛 所以我才接納你嘛 你不覺得吳敦義 殺那個李哲華季齊的話 可是問題是他殺的又不甘不盡 郭台銘要的就是為什麼 郭台銘後來為了那五百個粉絲 你相信那五百個粉絲退團的時候 郭台銘就不跟你見面嗎 那不可能嘛 對不對就是你殺的不夠啦 你竟然還要強調說什麼 也沒有人失業也沒有人少領錢 也沒有什麼 欸你說這個要幹什麼 你今天要投名狀態來 可是我就覺得說你看 你今天郭台銘就在那邊 就跟梁三伯一樣 一百零八條好像我夠啦 我也不用你太多啊 你今天要來找我的話 要來投靠我的話 投名狀拿來啦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說 接下來曾永泉是不是危險了 對我不知道啦 他們是講說不可能 可是我覺得 應該不會啦 什麼都有可能發生啦 因為 吳敦義如果被逼急了 對不對 可是我就覺得說 大家一直在講說 涵要破補沉舟的決心 破補沉舟 這又是一個故事你看 破補沉舟的故事是項羽 當初要說張涵的時候 他把鍋子碗子都撞破 你不可以 你只能往前衝 你退後一步就沒有退路這樣 對 問題是你把韓國瑜當項羽 你知道嗎 史學家是怎麼評論項羽的 對不對 他講說羽之神勇千古無二 全世界千古以來 沒有第二個像項羽這麼神勇的 你覺得韓國瑜像嗎 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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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覺得說 好啦 今天就是說韓國瑜 你就像項羽一樣 雄才大略好了 你很神勇好了 問題是你看史記司馬千怎麼講說 項羽為什麼 你這樣照理來講 應該當皇帝啊 要統一啊 那為什麼你到最後還是失敗 很簡單兩個理由 他就是不善用人啊 不失己過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句話 拿到現在的話 是不是也在講韓國瑜 不善用人 我們就一直講了嘛 你今天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排開了嘛 對不對 你就把所有人要幫助你的 幹什麼 你都把它拒於門外啊 你沒有辦法廣納人才啊 第二個就不失己過 你看 韓國瑜到現在的話 我那天前幾天也講過說 即使像那個崇禎皇帝 那種那麼昏庸的皇帝 他都嚇了六次 嚇罪幾兆啊 你有沒有看過韓國瑜 有說一句道歉 有說一句對不起 對不對 那人還在在說 所以你就用那種硬碰硬的方式 人家只要講你什麼 你就把它督回去 你就把它頂回去 我就跟你講 你要頂的話 人家就越看越不爽 難怪會說 你從來沒有打麻將 馬上就有一張照片出來 你講了什麼東西 人家就打你臉 對 那謝安斌講的也沒有錯啊 你現在只要往前衝啊 對不對 對 千萬不要回頭看 你回頭看後面也都跑光了 你回頭看有什麼用 當然只能往前衝啊 對不對 如果你是衝到那邊的話 我就講 最少最少 你韓國瑜一票三十塊 對不對 你就滾到那裡 反正你高雄市長 辭掉令幣戰場 對不對 反正你沒關係 那個選舉補助款 一票三十塊 還有的等著你對不對 還有好幾千萬 對不對 所以沒關係 那個購你養老 高雄市長趕快辭掉 令幣戰場 否則剩一百天 不倒 你如果要賤下去 我說真的 你真的會整個都輸了 其實這對夫妻 是他們家族的文化 就是說 你不能講他一句 他們自己是記者出身 他們作為政治人物啊 兩個都是政治人物喔 對 不容許你檢視喔 只要他們不舒服的話 他們也撕掉愛與包容的這個假面喔 就是開始人海訴訟 就是告了一陀拉庫嘛 那所以呢 他們嘴巴動輒 就提到說有人黑他 有人黑他 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分辨 連律師去打官司 也沒有辦法分辨 哪一個是在檢視他 哪一個是在黑他 或者說你這樣子 哪一個是毀謹他 因為律師是受命 來打這個官司被委任嘛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說 他們到底要告人家 哪一句 哪一件事情 是涉嫌毀謹的 所以這個東西 對他們來講喔 某種程度是一個 現在心境的一個表徵啊 其實他們在 韓國瑜當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就抱怨說 但你看他梁文傑黑他 他參選台北 高雄市長的時候說 那個民進黨抹紅抹黑他 下一個要抹黃他 他的語言都沒有變過 他現在選總統了 他不過是加大力度 講的次數越來越多了 講的那個情節喔 他自己都不堪檢視喔 他那時候在三重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他講什麼 有人說他吸毒 對 而且下禮拜就要弄出來 對 而且他不會只講我吸毒 他會講我是最大的毒消 之前 王小姐怡雲發生的時候 對 他從那個 國家繼續動用 台灣版水門案 一直到那個林佳欣 他PO一個臉書 這也可以接受檢視喔 說韓濱不是他們家親生的 到現在為止 如果 當初你韓國瑜 跟李嘉芬 你們不動用 不去運用這個新聞 我就覺得那是林佳欣的事情 結果後來發現他們兩夫妻 每一隔多久就 開始在擴散這個 說有人要說 放謠言說 韓濱不是我們家親生 怎麼選舉選到這種地步 可到現在為止 韓濱還是他們家親生 一直來都是他們家親生的 你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選戰他們的一個謀略 他講給誰聽 不是講給我們這些 精明的名嘴聽 他要講給現在 還是挺他的那些韓粉梯 他要再 怕你離開他的馬 他要再加一鐵藥 我覺得這是他的手法 他要加溫 而且接著造勢 要加熱 否則的話 他叉叉的那些話 怎麼會像開演唱會 麥克風交給他下面的韓粉呢 那個對他形象是有傷 那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韓國瑜幸運 因為真正的黑韓產業鏈 這個部隊沒有出來 還沒有出來 我跟你講講一個 我用條例式的講 本來郭台銘那時候 還沒有棄選之前 就已經傳後 他的所有的資料 過去所有的黑資料 有事件 這個東豪跟我 我們兩個都 曾經在節目中被問到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了解 我知道沒有那麼多件 我知道事件 我知道事件 而且很明確 然後郭台銘陣營備戰 這精采 這我是書的內容 先給你們聽聽看 郭台銘陣營就備戰 而且找好律師 這就是韓國瑜他說 為什麼名嘴不敢爆 他怕你有律師團 你的三百個律師嚇死人了 然後呢 郭台銘這邊不遑多讓 郭震營也準備了韓國瑜的資料 幾件 我告訴你我至少知道一件 就是呢 他們那個粉絲團在傳 韓國瑜去北大念 政府管理學院的時候 他有沒有入黨 我現在入共產黨 我現在可以講了 為什麼呢 因為查證結果是沒有 所以就可以講了嘛 所以他們針對有一些 有關韓國瑜的耳語 或者後來驗證是謠言的東西 他們 訊息來他們必須要透過管道方法 然後去查證 他們雖然政治力比較弱一點 但是還是有人脈啊 還是有查證的管道 結果查證是沒有 沒有就不會再 即使在此刻 也不可能放給哪一個名嘴 然後去放這種訊息 因為我們也要混嘛 我們要有公信力嘛 我們要有這個專業度 所以你們才會請我們嘛 所以民進黨是 繼郭台銘之後 有可能大家猜是說 手上有東西的 因為民進黨有公權力 那我曾經在聯書上評論 從韓國瑜說 國家機器動用 一開始什麼 台灣版水門案 我說 我寫了一句說 想像的暴力 比暴力本身更恐懼更恐怖 就是他想像出來的 你可能要怎麼對付我 而且你民進黨手上 我有公權力 你可能怎麼對付我 那個每天屬於這個情緒裡面 哇 那個壓力好大 壓力很大 所以我也一方面 很佩服這個韓國瑜 跟李嘉芬夫婦 甚至韓濱也是 你要知道 從高雄市長那個選戰 才一打完 就開始在搞總統大選 全家全員出動啊 你知道這個抗壓性很強 但是時至今日 我覺得還有一個 我必須要提起 有一個引而不宣的東西就是 罷免韓國瑜市長的 那個二階段領數 已經衝破三十萬了 為什麼衝破三十萬不拿出來 因為選戰沒有 還沒到最後關頭嘛 三十萬罷免成功 成案的這個意義在哪裡 至少你三十萬的票 你就沒有了 而且這些人堅決要罷免你嘛 堅決不會投票給你嘛 而且選前 越接近選戰倒數最後階段的時候 這個放出來 這個會發酵的 其實我想國民黨 這次離心離德 這自己負很大的責任 我一開始就講 如果國民黨當初提一個 正常人的話 不要說躺著選啊 就輕輕鬆鬆 真的就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什麼油水分離之類的 那現在就問題是 你已經犯錯在前面 然後你又發現這個人是扶不起的 當然不能加後面那兩個字 要不然他真的又要告我 你知道他說他沒有批評過任何人 他告了一堆人 那現在就是說他本來還有第三波 我正在等他第三波告誰 好像現在還沒出來 說不定告不下去我也不知道 就是說他們夫婦的戰略是一樣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只相信他們自己 而韓國瑜 而韓國瑜事實上應該 我覺得他的這個 李嘉芬的政治細胞強過韓國瑜 就是說他你知道他做過媒體 做過記者 然後他也這個做過三屆的議員 在地方上呼風喚雨啊 家裡面又有什麼殺死業營造業 又辦那麼大一間學校 所以事實上他的政治細胞也好 或者政治性就是說概念 應該比韓國瑜還強 那兩夫妻在那邊商量一下 而且完全有同感啊 被黑成那個樣子 兩個都被人家黑啊 兩個都入戲很深 對 兩個都被人家黑成那樣 就覺得說都是你們錯 所以叫做黑韓產業鏈 我記得很多人都講啊 所謂黑韓產業力 最大的提供產業鏈的人 就是他自己 因為今天所有問題 針對韓國瑜的 還有針對李嘉芬的 都是他們自己惹出來的嘛 難道不是嗎 比如說像龍舍問題 他告一堆人 就是因為龍舍 龍舍他怎麼處理 如果他不是這樣處理的話 很多名嘴都講啊 就把它該拆就拆掉 該就怎麼樣 過無償軍給人家使用嘛 工藝單位對不對 對 然後記者去拍的時候 那個工人還拿水軍 拿水龍頭去掃 那讓我想起來 當初吳淑貞那個時候 不是吳淑貞媽媽 不是用水去潑記者嗎 對 所以是一樣的 在他在地方上 他是真的是 就是一方之一方人物 所以兩夫婦這樣商量是很正常 那剛 光琴說比如說韓濱 那韓濱在他們眼中 又是流洋的 然後又這個很有魅力 你看那個時候 不是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韓國一定會趁著韓濱 還變成國民岳父 是不是 然後就是那個韓濱 真的幫他吸引了不少的票 尤其是那個年輕人或者婦女選票 可是你今天 韓濱再出來 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 連那個王世堅你知道嗎 這麼討厭國民黨的人都在稱讚他 對 而且這個而且說 韓流不滅的話 這個韓神不死 現在我看他也開始在批判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說當初他們能夠跟國民黨坐下來 商量整個戰略戰術的話 絕對不會搞成這樣 那當然就是說李哲華被換掉的原因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覺得總統大選很重要 所以才搞出那31個大佬 還有這個搞了一堆那種東西 來幫韓國瑜解釋 結果他沒想到那31個大佬 因為那一篇廣告完全被毀掉 那個裡面30個大佬拿過錢 不會超過10個人 然後但是那些人都背了黑鍋 所以我不是笑他們都豬八戒嗎 另外一個就是讓國民黨覺得說 你們國民黨真是有夠爛 怎麼這些大佬拿人家的錢 還幹這種事 所以國民黨的形象也毀掉 所以李哲華還去抱怨說 吳敦義只談這個完全不談 總統只談保他自己的位置跟老K 當然要救國民黨 至少現在國民黨的那個支持度 比民進黨強 但是為什麼這個支持度沒有反應在韓國瑜身上 那你自己要檢討嘛 所以你看這個為什麼講說 立法委員的選舉會比總統好 因為他的國民黨的肯定度是比民進黨高 所以立法委員的息事絕對會增加 但是你說要救老K的話 那包括吳敦義自己 你還要保住你自己的龍頭的位置 你當然要跟那個郭台銘跟柯文哲合作 否則根本不可能 那你說老K要救的話 如果今天老K被毀掉的話 吳敦義就是雙重的罪人 總統沒有了 高雄市長沒有了 連國民黨都毀掉的話 就是三重的罪人 所以他必須要保住 如果說立法院借助民眾黨 或者是少數的黨的那個數量 能夠超過半數 然後拿到那個立法院長的話 至少就像2000年嘛 這個阿扁不是拿到執政權 可是你立法院是在國民黨控制下 你至少民進黨不能像現在 這樣子欲取欲求 我什麼法案拿出來都一致通過 完全沒有考慮的遺地 你知道國民黨的立委跟民進黨不要 民進黨當初只有27席跟你打半天 國民黨當初有七十幾席的立委 沒用啊 所以國民黨基本上就是那種 軟腳蝦 對 所以他要保住他的位置 至少可以告訴大家 我至少立法院我掌控了 所以他要保住他的位置 至少可以告訴大家 我至少立法院我掌控了 然後國民黨至少不會立刻 就像真的打包回南京 所以他現在這個戰略是他為他自己 也為黨 那當然就如果韓國瑜現在民調 真的很低的話顧不到 所以才有水分離 但是韓國瑜很有信心啊 他說他的那個民意支持度很強 沒錯我那天有講過 以他的韓粉的數量就算兩百萬嘛 不是講說廟簽加五百萬就七百萬 就已經當選好那不去管廟簽好了 就這兩百萬 這兩百萬的韓粉是真的死忠 然後不離不棄 這很不容易啊 然後而且在他身上看到蔣經國的影子 也看到蔣介石的形象 這種就是說完全是那個 你知道一種想像 那然後這些人呢 他不管在哪裡 我已經講全省各個縣市造勢 這些人一定追去支持他 不管你是南來北往東徵西逃 這些韓粉絕對不離不棄 他的感覺就是說真的是 你知道我真的很強啊 隨便一擺就二三十萬人 不管他是誇張或是假的 確實是全場紅通通 這是沒話講 所以你說他們兩夫婦會覺得說 他們還可以繼續奮鬥 而且終究有一天 我就是第一夫人跟總統 所以他們信心是真的很足 只是當然就是說 沒有票沒有開出來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中國時報都這樣考慮的話 坦白講他當初有這種聲勢 中國時報是真的貢獻很大 如果中國時報都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一定也看出什麼端倪 那我再強調一個 以他的聰明才智 他沒辦法顧到高雄市政跟全國的 變成國正